我们的朋友说那歌词 我们的朋友叫欧正华 我们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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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老爷 大家好呀 今天开始将为大家讲述 超高人气韩剧 《鱿鱼游戏》第一章的故事 一场鱿鱼游戏 全部有456位元参赛者 奖金总共有456亿元 玩的就是小孩玩的游戏 看到这里 你是否已经心动了 如果输掉游戏的惩罚 是失去性命 你还会选择继续游戏呢 今天咱们要看的鱿鱼游戏 就是这样一部神剧 正片开始 男主人公大琪 是个生活落魄的男人 吃着便宜的饭菜 还得靠妈妈给零花钱 妈妈让她去请 今天生日的女儿佳音 吃顿饭 大琪嫌钱太少了 妈妈很无语 儿子做代价的那点收入 还不够还她的贷款利息呢 大琪嘴上说着心疼老妈 一见她出去 就把老妈藏的银行卡 翻了出来 老妈把密码换了 大琪灵机一动 输入了女儿的生日 果然成功了 钱刚到手 马上就被大琪拿去赌马 今天运气不错 一把大琪赢了不少钱 大琪打电话给女儿 说今晚生日 可以给她改善伙食了 谁知刚出赛马场 就被人盯上了 催债的人找上门了 大琪赶紧往马场大厅里逃 不小心撞到了女生小兰 之后大琪逃到洗手间 被人逮住 高利贷头头高歌 让大琪赶紧还钱 大琪手上的钱还没捂着 看来就得交出去了 她说今天可以先还四百万 结果口袋一摸钱没了 口袋破了个大洞 估计就是被那个撞到自己的女生 偷了 大琪心里苦 她跟高歌求情 说不是故意不还 小偷太可恶了 高歌觉得她又在瞎扯 拿着刀子逼她在协议上签字 一个月后不还钱 就要取大琪的肾脏和眼球 高歌临走时 大琪还不忘跟高歌借一万元 高歌都无语了 这人真没救了 大琪还把对售票小姐的小费都要了回来 拿着自己仅有的钱 大琪跑来娃娃机 这碰运气 她想给女儿搞个生日礼物 然而试了几次都失败 旁边的小孩 小胖看不过去了 她打算拉大琪一把 大琪在小胖的帮助下 成功地拿到了一个娃娃 然后在女儿生日 这天请她吃炒年糕 佳音看见爸爸脸上的伤 很担心 大琪觉得没能请女儿吃大餐 有些愧疚 女儿说妈妈和继父经带她去吃了牛排 还贴心地安慰大琪说 还是比较喜欢吃炒年糕 佳音真是个小天使 简直太暖了 大琪给女儿拿出了生日礼物 竟然是个手枪造型的打火机 气氛顿时有点尴尬 大琪只能忽略女儿说 明年生日会给她更好的 吃完饭后 大琪背着女儿 把她送回了前妻的家 回去却没赶上最后一班地铁 人一倒霉 就是喝凉水都晒 大琪气地坐在了长凳上 这时一个英俊潇洒的男人 刘哥出现了 他说要跟大琪玩个游戏 刘哥的手提箱里放着画片盒钱 大琪如果能用画片赢过他 每一次都能获得十万 反之就要给刘哥十万 大琪看到前眼睛都放光了 他决定试一试 才刚是一局大琪就输了 大琪目瞪口呆 刘哥甩了他一巴掌 说十万就拿巴掌来抵吧 大琪激动了起来 还有这等好事 他马上继续跟刘哥开始了下一局 两人于是旁路无人的 在地铁站里玩起了打画片 大琪试了好多次都输了 他的脸快被刘哥打伤了 好不容易轮到大琪赢了一把 大琪伸手就要给刘哥一巴掌 刘哥挡住了 把十万韩元拿给了大琪 大琪没想到钱来得这么快 刘哥引诱大琪继续玩 大琪在赌场困境多年 懂得什么叫见好就收 他怀疑刘哥是骗子 拒绝了 刘哥对大琪的背景了如指掌 大琪是个四十几岁一事无成的人 从公司离职后 做过多种生意 均告失败告终 三年前还和妻子离了婚 身上还被捕的巨额 刚跟高丽代签了出让器官协议 大琪惊呆了 这人竟然把自己查得仔仔细细 刘哥把名片给了他 潇洒地走掉了 大琪一头雾水 反正手上的十万是真的就行 大琪拿着钱去邻居的海鲜店买了鱼 他开心得不得了 邻居大妈怀疑他又是去赌博了 别看大妈经营的小店 儿子倒是很有出息 大琪说了让这小子请自己这吃顿饭 大妈对大琪挺关心 交代大琪赶紧拿了鱼回家 回家路上 大琪看到一只流浪的小猫 他怜惜地摸了摸小猫 拿了块鱼肉喂小猫吃 大琪回家后 把钱上交了一些给老母亲 妈妈担心这些钱来路不正 大琪强调这是自己的血汗钱 妈妈提起孙女 说着孩子明年要跟妈妈一起去美国了 大琪不知道说什么好 妈妈着急上火 让他要回孩子 然而大琪当初离婚的时候 跟前妻说好了 妈妈害怕孙女去了美国 就一去不返 让她想办法证明自己有经济条件 这样才能抚养女儿 大琪虽然生活过得并不如意 但是对女儿的爱也是一百分 她也舍不得女儿 于是大琪决定给刘哥打个电话 以后 大琪来到约定的地点 一个身穿红衣的小哥 开着面包车来接他 车上还有其他人 但大家都昏昏欲睡 正当大琪感到好奇时 车里释放出了不明烟雾 大琪晕了过去 等大琪醒来的时候 她来到了一个奇怪的房间 这个房间里许多人各自睡在单床上 后台还有很多红衣小哥监控着他们 大琪在这的编号是456 房间里一共有456人 大琪是最后一位 这里不仅有年轻人 编号唯一的还是个有点痴呆的老人 大琪心想怎么老人也来这个地方 老人说因为自己时日无多了 这时房间里一男一女在吵架 女生正是偷了大琪钱的小兰 卷毛哥指着小兰望恩负义 抓起小兰就是一顿打 这时大琪也来插上一脚 大琪气愤不已 卷毛哥是指使小兰偷钱的人 这两人就是一路货色 几个人闹得不可开交 一群红衣人突然出现 来给他们开通知大会 往后六天在场的人将参加六场比赛 全部获胜的人将获得高额奖金 现场有人怀疑这是骗局 把他们抓到这里更像是恐怖主义行为 红衣头头说 这是行业保密需要 现场仍旧至一生四起 红衣头头本来还想给各位留点颜面 这下不得不在大屏幕公开 原来在场的都是因为各种原因 欠下拒债的人 当中竟然还有上佑 他原本是证券公司的小领导 因为挪用公款做投资 结果失败欠下的拒债 可以说在座都是生活过不下去 才主动参与游戏 红衣头头表示不愿意 可以走人 之后他公布本场游戏的奖金 将会在第一项游戏结束后公布 游戏参与协议也十分简单 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同意 大棋也不例外 赛程进展还挺迅速的 马上即将进行第一项游戏 参赛者来到了彩色的房间 还得通过人脸识别进驻 所有人排队在房间里的楼梯往上走着 接着他们打开门 来到一个巨大的空地 大棋找到上佑 要说上佑事业有成 怎么也沦落至此 上佑却闭口不言 面具男一直在监控着整个流程 他是这里的负责人 此时他通知手下 开始第一项游戏 然后坐在沙发上观看着游戏现场 要说这个游戏主办者还真是下了血本 还弄个超大机器人鬼娃娃来撑场 不过想想游戏的筹码是456亿 这一切就变得情有可原了 第一项要玩的游戏是一二三木头人 在鬼背对的时候 可以向前移动 当鬼回头时被监测到还有动作的 将被淘汰五分钟内成功到达终点的人则获胜 第一个被鬼抓到的人被淘汰 然而淘汰的方法竟然是把他射杀 所有人都还不明真相 等到第二个人被射杀雪花四射时 大家才知道这根本是死亡游戏 现场开始一片混乱 然而逃是没办法逃了 门已经被关上 顿时枪声四起 光天化日之下当场杀人 而且还无处可逃只能按照规则走 否则就会一宁呜呼 果然天下没有掉馅饼的事情 大齐都被吓傻了 一号老爷爷倒是勇气可嘉 不停地在按规则往前移动 上又给大齐之招 躲在别人背后 那机器才检测不到 时间只剩下二分钟了 大齐只能冒死一搏了 大齐在前进过程中 挡枪的人被杀死了 而且还有一个拖着他的后腿 大齐不得已 甩开了求救的人 加大了脚步 炼聚男一边观看着现场录像 一边饶有兴致听着歌 而现场却是一片血腥的场景 终于有一批人顺利到达了终点 当中包括了上右 而大齐在最后一步差点摔跤 还好印度小哥阿三帮了他一把 最终 在游戏结束前 大齐 阿三顺利通过了 这时空地上方的天窗关闭了 而这些人并不知道 他们所在的位置是在一座小岛上 本章结束 下一章中 第二局游戏即将开始 然而很多参赛者开始抗议 红衣人表示 超半数人同意终止 就可以退出游戏 然而投票结果真的能如愿吗 第二轮游戏又会是什么呢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 请点赞关注吧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